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有我來打官 最近有個風潮 不知道觀眾朋友 您跟上了沒有 在兩岸三地 甚至是日本 韓國 美國 大家都爭相來看這一齣戲 甚至是要翻譯趕快上檔 到底是哪一齣戲 造成全球觀眾的維持瘋狂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不公正團傳的會貴人蘭希 夾帶著高人氣首度來台 她不但特別召開底台記者會 跟媒體們打聲照呼 也幫健康好簡單 全新改版來站台 今天制度單位 特別安排了台灣兩大名中醫 要來尋找誰才是台版的溫太醫 到底誰能揭開 沈梅莊的健康祕密呢 你絕對不能錯過 今天的健康好簡單 究竟我們首集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蘭希 惠貴人吉祥 妳好 大家好 大家都很喜歡惠貴人 那麼很多人都說惠貴人可以是 最別緻的黃飛 而且在劇當中溫柔婉約 而且沒有心機 然後跟這個 甄嬛是非常好的姐妹 妳這一次真的是非常謝謝妳 把來台灣的第一次通告 給了我們健康好簡單節目 妳對於台灣有什麼印象呢 台灣的朋友們非常地熱情 然後昨天去了趟故宮 然後收穫也很多 然後希望有機會再去趟 成品樹點和夜市逛一逛 太棒了 台灣的夜市一定要去 人家成品也算是 台灣非常富有特色的地方 對 那我知道呢 其實黃飛跟我們一樣 也會有身體上面的困擾 妳有困擾的地方嗎 在健康部分 有 我就希望今天借這個機會 然後把這個毛病徹底治好 好的 到底黃飛 這麼別式的黃飛 有什麼身體上的困擾 我們先來看看她的基本資料 29歲 身高非常高 168公分 體重48公斤 這個在身高體重比例上來說 您是偏瘦的對不對 對 身材差不多 這麼多年一直是這樣 對 但是我也有吃虧的地方 因為我只要一胖的話 它就會長在臉上 對 所以因為臉很福氣 對 那妳會不會身體太瘦了 然後臉還是沒有瘦下來呢 如果遇到就是很緊急的情況 就需要幾天之內就瘦下來 我會選擇 早飯和中飯都正常吃 然後晚上儘量多吃水果和菜 就不吃主食 對 這樣子連著幾天 可能效果就會明顯一點 不吃澱粉類的 對… 就是晚上… 瘦臉的部分真的是 稍微相對困難的部分 所以其實 我覺得妳已經算是 非常健康的點重了 因為以前聽過那種 第一個那種最好笑 你知道現在在日本 或什麼他們有流行那種很像 就它是整個套在臉上 然後之後它會發熱 然後按摩 就是說那樣會變瘦 然後另外一種是有一個 這樣子像一個東西 就放在嘴巴裡面 就是它會 你要用力去撐住它 這個時候鍛鍊這邊的肌肉 對 好痛苦 這還是簡單的 更困難的是 現在其實有些人 你會覺得說 奇怪了 默默的她臉就變小了 像在台灣 之前在 在內地也有 內地不是有一個那個 那個時候是叫 超女嗎 還是誰 就是她是去做削骨手續 她去做削骨啊 對 然後她就削骨之後 就因為 再這樣麻醉藥的問題 後來就死掉了 其實在台灣也有很多女生 因為為了瘦臉 她可能是做打肉毒感進 或者是去削骨 都有的 我並不是說 完全否定這個 就是 每個人 她的接受程度不一樣 我覺得 可能我的膽子比較小一點 我不太敢 是 因為妳要現在 妳現在還沒有這樣的需求 的確 我們一天的營養素 還是最重要的 尤其妳有時候要外食 便當 妳假如說營養素不均衡 妳可能會造成 我們中間叫作 脾胃比較虛弱 因為我們中間叫脾胃 會是後天之本 然後因為妳的心臟工學 比較不好 可能妳的這個 我們中間叫作腎氣 也比較虛弱 所以到妳的體力 也比較不好 那一般很多小姐 她是過度要減重 然後我發現她怎麼樣 她的頭髮容易掉頭髮 容易容易疲倦 然後臉色又蒼白 類似貧血 尤其是月鏡不調這一塊 而且有研究 過度的結實 會造成骨質疏鬆 骨折 還有這個 這算是更年期的提早到來 當然 這句話補充得很好 對 所以我說晚上選擇不吃主食 還算是比較健康的走法 如果說是 比較要在韓國很多那種 美少女團體 她是 每天 每天的那個食量 像小鳥一樣小 而且是持續下去的 那個長久下來 可能就身體也會出問題 好 那其實我自己的困擾也是 好 那臉瘦不下來 請問一下 其實臉也是 是啊 瘦不下來 謝謝我先走 謝謝 這是怎樣 所以 人有羞恥心是非常好的 那吳醫師 因為我知道吳醫師 他其實有一段時間 瘦得非常快 一個禮拜 他可以瘦了三四公斤耶 沒有啦 沒有那麼誇張 請問瘦臉 中醫穴道有沒有可以幫助瘦臉 通常我們會有一些穴道 用到這個臉部這個地方 尤其是在這個 我們說這個 經過這一條的話 就是我們的這個 小腸筋啦 三膠筋 這些有關係的 那其實頭部很多的穴道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到一個 食指先彎曲 然後呢 拇指 這樣 然後扣住我們的下巴 然後往上 往上伸展 因為重力重量是往下的 所以也是往下流 所以我們要往上 消水腫這樣 弄上去 然後到了 到了這個地方呢 轉角這個地方 有個叫夾車的地方 就是我們嘴巴 動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穴道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有時候比較腫 或者是比較不俐落的時候 就顯得臉大 所以這個地方要給它什麼 稍微給它按摩 往上推 推 推到我們的耳朵 耳朵呢 轉彎以後往後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下來 你會覺得整個耳朵 有點痠痠的感覺 非常很痠很脹 那這個之後 抓到我們的穴道了 然後再往我們的脖子 這下面 到了這個鎖骨的地方 所以它整套呢 從這裡上去 然後要利用我們的這個 食指的關節下來 然後在我們的關節上面 還有穴道上面 尤其酸的地方 你要偷按 然後再往上去 那一圈 兩圈 三圈 至少你要做到五圈 做到五圈 早 中 晚都得要給它按 是 那這個茶飲呢 也是比較偏向補氣的 我們會提到說 我們的氣跟血 是要有個協調的作用 所以水怎麼去啊 那我們再用到一個黃旗 黃旗 黃旗 然後呢 我們用到這個茯苓 玉米薰 然後呢 加上一個菊花 還有我們的枸杞 枸杞 把它血色養起來 是 燙燒了 我們要滋養你的乾身 來 我們就請美姐姐嘗嘗看囉 在桌上有一杯這個 我們吳醫師所提供的這個茶飲 是這個嗎 是 好 我們請美姐姐喝喝看 我們請貴賓來喝喝看囉 所以呢 其實我們的蘭希小姐 她對於這個自己的身材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困擾 因為她一直保持得非常瘦 我們對這個蘭希小姐 她的飲食方面呢 清淡 但是這個清淡 我就很好奇了 為什麼 因為通常在拍戲的時候 一天要吃好多個便當 那便當裡頭呢 通常 不會清淡 口裡面大部分比較油膩一點 那你怎麼樣吃 讓自己保持清淡 會貴人意志力超驚人 二十年的習慣說戒就戒 我真的是那種 可以拿 當飯吃的人 我記得最開始是因為吃了一次 然後第二天就全面爆發 就整個臉長滿痘痘 二十多年的習慣 怎麼可以說戒就戒 我總結出來的經驗就是 當她帶給你的痛苦 已經超過了你享受她的愉悅的時候 你就只能選擇放棄 對 整個已經變成省眉莊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 會貴人那個 那個在戲裡面的形象就是這樣 究竟是什麼狀況 讓會貴人也感嘆 藍溪飲食大揭秘